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郎布朗就表示 州政府每年需要50亿美元收入来修补补录 他表示川普的首府华盛顿盟友推出了这项议案 充满缺陷又危险 阻止地区修理他们裂开的路面和桥梁 严重危害数百万名加州人的安全 以上新闻由高北学员编辑播报 下午三点请继续收听整点新闻